今天ET股股推介是曼洲国际2008 经济部的投资业劃早减选原因是 内地疫情趋向缓和 中央接连出资维稳 近日加强对内需刺激以支撑经济 港股足底趋势将会接近尾声 建议进取的投资者可以趁低 吸纳即优的内需股 股份体号曼洲 曼洲公布首季业绩好过预期 经营利润案年升大约2.8% 面对原材料成本上升 曼洲可以透过加价转价到消费者 我估计这层预料 今年剩下的时间包装肉的盈利率 可以维持在接近历史高位的水平 曼洲预测2022年市盈率只是7倍 曼息率6.5厘 曼现股值是吸引的 业绩之后曼洲获多加大罕上调盈利预测 最新目标价介乎6.4-8.4 潜在升幅1.4-5成 帆博总合预测 曼洲今年盈利升3.4-14.2千万 2022-2024年年复合增长率1.6 走势上曼洲三月中见底之后 原上升跪反达 上星星星穿去年6月以来的下降轨 形态转好 还有股价再升4% 收市价创两个月高位 策略上可以5.5左右吸纳曼洲 先上网大行级月的目标价6.4 如果跌穿5.25就减涉 完成 字幕忘记 词 tracks embraced funcion 词iada 主流 美激 词 那 官 ships 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